我們做演講的就是Irene 正所謂花獅子在花舞,從中飛舞,因而蝴蝶傾倒群下 我們的花獅師Irene 她的花藝著重韓風 小青春就是她時常都掛在嘴邊的口號 當時在油麻地 Irene平時很喜歡逛山、去旅行和圓麗的活動 將她的習慣和興趣做成她的業務 難怪她的作品大多數是你一看到 你便會覺得去綠草餘因的大花園 令人感覺非常放鬆 Irene很想將她的花藝和圓藝治療結合 透過課程讓繁榮的都市人 都可以放鬆心情和減壓 到達致身心靈的健康 她說每早起床都要吸收貓毛 才夠精神工作 Irene很客氣地說她尚未成功 不過有句slogan她會經常提醒自己 不是因為有了希望才堅持 而是因為堅持 所以就有希望 接下來我們靜靜地聽聽 我們的花仙子Irene 她怎樣可以令你在繁榮的都市裡 放輕鬆和減壓 早安Irene 早安Irene 謝謝Elman 大家早安Irene 我是花仙子Irene Irene的名字叫花仙 有句slogan叫做 《以花的雨讓外流動》 其實花仙是創立的 其實主要是韓式風格的 在當中 在當中 其實大家 這次多謝我的嘉賓 尼琳 我期望合作的夥伴 其實是一些 一些零售品牌公司 一些零售品牌公司 如果有合適的一些 企業人士部 其實都是我的目標 其實我和一般花店 其實可以提供的服務 都很接近 其實大家很熟悉的 這個花藍 主要就是 你看到左邊粉紅色 有韓式風格 右邊藍色 就是一個比較 傳統式港式 比較多花去堆砌而成 接著有桌花 有布基 有花束 下面這個 就是保鮮花 另一方面 我做到Green Wall 多謝Danny和Martin 大佬 兩位大佬 給我不同的提供 讓我可以去創作 另一方面 其實我和King 都很多合作機會 我們會有一些婚禮 無論是做新娘子的一些手捧花 一些琴花 都會有的 這就是和另一個 chapter 做一個 結婚的裝置 公司合作 我主要是做花藝的布置 其他架構性的東西 就是他們在那邊去做的 這個是在龍蝦灣裡面的戶外的場地 大家看到的樣子也很熟悉 就是下一位駐港嘉賓 就是我們美女 Iris 訴訟律師 現在就變成一個幸福人妻了 其實很開心的做花 因為可能有些朋友 找我 在他們的婚禮 或者一些時間 可以幫忙做合作 其實也可以見證 人生這個很重要的時刻 看著他們這麼開心 其實自己也很興奮的過程 接下來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 一個 現在還在IFC裏面製造的 其實這個就是 很多人都說 同行敵國 其實我真的很想說 BNI這個平台是有的 其實我們反而相反 是強強聯手 就是我和另一個chapter 花學師 一起去做這個 IFC裏面的Pandora裏面的室內的 佈置花藝佈置的 在當中 其實很體會到 BNI裏面 其實無論是不同的會友裏面 或者Cross Chapter裏面 其實都有很多的合作機會 其實也是很真實的 你不知道的 可能出去吃飯 或者參加一些其他熱愛的會議 其實原來 你不知不覺 其實都可以擴展 我們人際之間的網絡 可能有需要 有些真的很久 有些真的 可能吃了一頓飯 大家突然想起 你說的是年紀兩年之後的事 這個差不多接近兩年之後的事 去找我 其實可以看到 BNI平台是充滿著無限可能的 其實另一方面 我也有做一些保鮮花的禮品 在當中 另一個大家都會聽過的 就是一個叫做 懸藝治療 大家可能聽說 音樂治療 藝術治療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 一些都不陌生的 懸藝治療 其實那個創辦 其實都是來自美國的 其實懸藝治療是甚麼呢 其實這是其中一個 我實習裡面的一個老人院 應該去年 接近這段時間 是中秋節 我就吃完了 那些肉肉 就不要浪費了 跟他們一起玩一下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中不中了 就這樣給了兩三顆 幸好大家都有打牙 他們都會覺得很喜歡 為什麼 因為這些就是我們身邊日常的東西 那花藝治療 或者圓藝治療 是甚麼呢 其實是透過一些活動 例如一些種植 乾花 一些活動裡面 其實是把人和植物去串連 他們得到不同的經驗 那這句話 我也是有 在臨時有些不同的反思 在裡面 因為大腿 每個人都有一個正能量 在當中 那圓藝治療 就證明了 你每天都會接觸到的 那些菜 那些水果 其實一個是沒有其事 和一個 都可以感覺到 很close的一個活動 因為沒有接觸到 那圓藝治療 去最特別的地方 跟音樂和藝術調 有甚麼不同呢 其實好像種子那樣 有發芽生長 開花 結果枯慰 其實跟人生 都接近的 就有新老病死 其實每一個階段 我們都會介入裡面 其實希望可以讓到 參加者 可以有一個更加積極的人生 在裡面 其實我們 在花園裡面 其實都有一些治療性的 室內的花藝活動 例如可以做一些花禮 花樹 一些售束花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花藝和圓藝活動 在花園裡面 怎樣可以幫到大家呢 其實 多謝可以 可以再找我深入 去dance的 121 分禮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 也謝謝Elman 謝謝E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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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這麼多花之後 發覺心情都靚了很多 今天應該大家都會 過得一個很好的一天 好了 以下下來 謝謝 謝謝 謝謝